艳星出家当尼姑,陪富商吃饭收钻石,她是费玉清亲姐姐。 我们闻能意见眉,武能黑黑黑的63岁小哥费玉清又出来卖萌了。 替换高清大途。论娱乐圈最无却最不讨人艳的明星第一名必然是费玉清。 费玉清叫笑话是一诀,她的许多笑话都取材于古典文学校著萧林广迹,内涵丰富回味无穷,加上她优于大部分台湾艺人的纯正普通话,越老越红也是有道理的。 费玉清绝对是歌手里面主持水平最高的,但是在她哥哥张飞这个专业支持人面前,她也没得看。 替换高清大途。 台湾老一主持界有三王一后,张飞,张小燕,胡瓜,吴宗宪,张飞是排在第一位的。 但要是真的论有趣,张飞与费玉清不及他们的包姐费真灵多矣。 替换高清大途。 张家三姐弟长了三幅面孔,所以总是有人问他们是不是同父异母,说实话,看照片我也不觉得他们是一家人,但是等看完下面的内容,你就不会再怀疑了。 费真灵,现在应该叫横竖法师,对,她出家了,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尼姑。 你们听说过陪酒还收钻石,上节目赚通告费的尼姑吗?世上有个说法叫酒肉和尚,那横竖法师就应该叫红尘尼姑。 替换高清大途。 替换高清大途。 费真灵原名张燕琼,因为张妈妈年轻的时候颇有星梦,因此张家三子弟,从小就经常去参加歌唱比赛。 张燕琼17岁就参加歌手选秀成为助唱歌手,后来原本在统一大饭店香槟厅演唱西洋歌曲的主唱歌星苏瑞和约期满后梅续约,费真灵成为香槟厅的西洋歌曲主秀,在香槟厅唱完西洋歌曲就下楼道文华厅换穿旗袍,改唱中文歌曲。 替换高清大途。 替换高清大途。 19岁加盟海山唱片,因为太崇拜乱世家人中的费文力,所以把名字改为费真灵。 替换高清大途。 22岁加盟海山唱片,将其成为高清大途。 22岁至25岁时,他转赴日本发展演艺事业三年,曾以《詹纳·佩莉》推出五张日语专辑,有东方维纳斯之称。 替换高清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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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外话说到这里,下面我们开始进入正题。 1982年,费真灵31岁时宣布退出演艺圈,转投入商界,任某建设董事长,某土地开发公司副董事长,某公司顾问管理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等职。 替换高清大途。 替换高清大途。 1986年,35岁的费真灵改信佛教,1990年,39岁的费真灵远赴美国皈依式宣化,法号横竖。 。 据他自己解释出家原因是因为,身边男人体力不行。 。 虽然选择了出家,费真灵却不打算修身。 。 他强调红尘修法,他说如果你当和尚的穿得像个要犯的,佛祖都会嫌弃你的。 。 所以他的袈装是花高价请设计师设计的,裙摆都是镶嵌湿华洛氏奇水晶的。 。 替换高清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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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换高清大徒 出行必带四大肌肉男护法 媒体戏称谓佛界F4 替换高清大徒 代言各类产品毫无压力 替换高清大徒 在电视上他常以不同的造型呈现 贴胡子的军阀 坦胸露杯的歌手 戴假发的帅哥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颠覆传统 把观众的眼球冲击得一塌糊涂 按他的说法 自己是打住新佛教徒招牌 以非传统的方式出现在众生面前 目的是想要用这种方式来吸引大家的注意 进而达到他所谓赌众生的目的 替换高清大徒 2004年他做客康熙来了哪一集可以算的康熙搞笑专辑前十 替换高清大徒 各种金句简直是在挑战传统佛门观念 替换高清大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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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住徒弟去香港逛迪士尼 Shopping 因为天天看佛法无聊 他如果开启枪来 费玉清那简直啥也不是 对于娱乐圈盛传的女星饭局的话题 横竖法师也颇有见解 他自豹也和富商吃过饭 收到一堆金表金条和钻石 他认为吃饭是OK的 这些都是金主贵人 又不是做什么不合适的事情 替换高清大徒 与女 幽童牌一样畅聊 替换高清大徒 按他的说法 自己是打住新佛教徒招牌 以非传统的方式出现在众生面前 目的是想要用这种方式来吸引大家注意 进而达到他所谓度众生的目的 度没度众生或未可知 但娱乐效果却已达到了 套用小S的一句话 这个尼姑在演艺圈真的蛮红的 替换高清大徒 虽然与大部分尼姑合唱的想法不太一样 但是在对待佳人方面 横竖法师绝对是很传统的 户短 虽然他玩笑出家是因为身边男人体力不行 但是当年费真灵在日本发展的时候 曾交往过一位男友 虽深爱男友 但为了家人和弟弟 他毅然回到了台湾 之后再没听说过他的绯闻 为了两个弟弟 费真灵可谓担心结律 有一次 在舞台山体育馆举行的演唱会上 费雨清对大家讲 姐姐为我这个弟弟付出了太多 我演唱会所有得到的嘉奖和荣耀都有他的一半 很感激 很感激有这样一个姐姐 为了家人 她付出了太多 当了法师后的她 虽言语开放 但是对于自己家人被开放言论攻击的时候 她依然会冲在最前方 当年有这样一个八卦 看到消息后的横竖法师气得直跳脚 大马菜头开玩笑要有限度 菜头怎么不说他自己要带五个套 有时候我们会想 这一生到底为了什么 有太多的责任 太多的负担 费真灵这一生 大概可以拍住胸脯 说自己绝对是一个好女儿 好姐姐 前半生为家人而活 后半生却可以放飞自我 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 嬉笑怒骂 虽然很多人不满她的修行方式 但是我依然羡慕像她这样潇洒活一回 你们一定不知道微信公众号 舆情社 微信号 YouKings888 那里有更多更新的内容 去那里聊聊可好 YouKings889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